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SKFUnited,我是安东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开箱的是来自幽兰达的 什么什么小姐,什么传,斯,斯宾赛,斯宾赛小姐的肖像 这样一件五瓶,应该是吧 而今天我和人台小姐穿的是来自Rap and a Deer的这个智云雀 我们是入了,不是我们是,是我 我入了两个颜色,一件是我身上的这一件淡黄色 然后人台穿的是烟粉色 志云雀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来吧 少有的对我来讲是一件穿新这种感觉的新款 所以也是忍不住约了两个颜色 首先我非常喜欢它的印花,也不说印花啦 但是这个花饼,就这个花布吧 感觉是一种比较柔软,然后比较薄的这样一个学坊 但它这个印花颜色非常好看 而且花也很精致,颜色很淡很美 不管是这个拼布的布料以及辅料都很精致很用心 而Rap and a Deer这一家就是版型一直做得非常不错 而这一件自从这个素体就是一个白布的一个样衣出来的时候 我就非常关注 所以是今天刚刚收到就穿了,感觉非常开心 好的,咱们让我们来一起打开 斯宾赛小姐的肖像 首先盒子我已经拿出来了 是这样两个,是吧?下面是优兰达 这个黑色的盒子,然后上面是一个纯色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纯色的小盒子 1,2,3 是帽子 布料的话是山东绸 也就是,就是JJ的蕾丝 然后贝贝的祝福都会用的那样一种料子 颜色的话是一个非常温柔 也非常克拉的灰蓝色 这个样子,感觉很漂亮 来看一下 然后这个帽子里面用一个这个纸板来固定形状 好,拿出来以后 是一个,啊,是一个卷颜帽 对 是,首先是一个扁帽 然后扁帽的一个脚上是这样弯下来 有一个卷颜的设计 然后上面有这个蕾丝的一个蝴蝶结 嗯,然后固定方法的话是下面有两个 缝上去的这个发卡 对,然后上面的话有这样一个粉色的蝴蝶结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喜欢粉蓝和粉的搭配 很喜欢这样的感觉 然后这个粉色蝴蝶结的料子感觉蛮不错的 就是很有光泽感 就是光泽会给你一点华丽的感觉 但是太有光泽就会显得很廉价 我觉得它是在一个那种显华丽 而不显廉价的光泽度 所以感觉很不错 然后上面的话也是有一些生成色和粉色的花 这样一点很好看的帽子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裙子 好的,黑色的盒子打开了 一二三 里面有一个快递袋子 这是什么 这快递袋子吗 嗯,然后首先是有一些很可爱的这个药区证 应该是这个款的设计图 对,可以看到两个小姑娘 然后穿的是我即将穿上的这一件裙子 然后下面的话还有两个 这是什么 这是贝尼的草药学的 哦,卡套 对,是一个软的卡套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可以穿链子的地方 就是是不是那种光漫展的时候会带着一个绳 然后下面可以放一个卡套那种 蛮有趣的 很可爱的小兔子 这样的两个 非常可爱的小周边 然后是一个 这是发带还是抽肯 应该是抽肯 是放在脖子上的这个 接下来就是裙子了 一二三走 哇 嗯,裙子里面还有一个去拿出来 这个 嗯,是一个 胸针 这样两个耳朵的一个蝴蝶结 好,让我们 看看裙子吧 不过我们还是先把小屋看完 把这个发带打开看一下 就这样一个 外面是一层这个灰蓝色布料的打褶 然后里面是一层这个蕾丝的打褶 两层布料 然后前面也是有一个蝴蝶结 很可爱 好 让我们来看一下衣服 先把防尘袋扯掉 哦 好的 就是这样一件 哇塞 诶,我很喜欢 好看好看 首先像山东绸 这样的料子 嗯,属于我还比较喜欢的料子 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会不错 对,像料子的话 有暗纹 然后像这样有这种质感的 都属于在我心里会比较加分的 然后这样的料子也确实是 就是我说那种会有一点光泽 但是又不会显质 那种华丽的光泽 这种感觉 所以也很适合用来做这种纯色 然后一点偏华丽的感觉 就是这个布料的选择和设计很匹配 这一点蛮不错的 然后蝴蝶结的话 如果所说它和帽子上那个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 这是什么料子啊到底 就是,哇,不太知道啊 就是那种 有着华丽光泽 对,也不会很显气 然后很有质感 这样的一种料子 我已经点词穷了是吧 华丽质感光泽 是一个这样的圆形的大开领 这个领子开的还挺大的 所以可以带一个choker装饰一下 然后前面是一排蝴蝶结 这个最大的蝴蝶结上面有一个胸针 这个胸针的感觉 质感也还不错 然后四个角都盯了这个珍珠装饰 下面有一个珠链 然后一串蝴蝶结的两边 是有一个拼接的一个 带着金色菱形的这样一个 一个纱的料子吧 对,是有这样一个材质的拼贴 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挺棒的 因为如果没有它的话 感觉上身会太空 而且因为压的这个边是金色 然后这个珠宝旁边也是金色的 所以我觉得这里用一个带金线的料子 进行一个颜色上面的互相呼应 感觉会很棒 很不错 然后袖子的话也是 大概是中袖偏长一点点 上面也是有好几道蕾丝 蛮重工的这样一个 然后下摆的话呢 是一个很华丽的前开筋 然后上面是前开筋蛋糕 蛋糕不能叫尾 就是蛋糕前 有这么很多层的这样的蕾丝下来 而且还是一层大的带一层小的 然后一层大带一层小 这样一个搭配的蕾丝下来 对,然后下摆上面也是有很多小蝴蝶结 然后看到背面的话 也可以看到是一个这种波浪形状的下摆 然后再提起初会有蝴蝶结装饰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穿一下这一件吧 我想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只穿了OP 最后的效果 很好看 而且我特别满意的是这个领厚的形状 因为这个形状在拿的时候感觉不到嘛 但穿上以后 真的很不错的效果 就是是一个正正好好 它不像比如说JJ月像会开得很低 让平胸很难穿 然后也不会说太高 就正好是一个 又有一点复古感 又很贵富 但是又不会太低 的这样一个领口 我觉得蛮不错的 你看像我这样的平胸 像我这样的男孩子 都可以穿 我觉得挺好的 很贵富败的 很贵富败的 那么这里就是整套上身以后的样子 哇塞真的很喜欢很漂亮 因为首先粉色配粉蓝 如果所说是我最喜欢的配色几乎没有之一 然后整个裙子就是质感非常棒 细节很好 然后这种质感的这种光泽 然后又有点华丽的感觉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对然后整个这个cut呢 也是很有那种欧式复古 这种贵族风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整体从设计到选料到版型到颜色配色 整体都是符合复古宫廷贵族这样一个主题 我觉得像这样主题在各个形式 在各个平面上面的相互呼应 是一件真的是不太好做到 是一件很容易被遗忘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这一套做得非常棒 我还是坐下继续说是吧 站着有点累 作为一名优雅的lady 当然要坐着说话了 没错就是我很喜欢这套裙子 就是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嘛 就是挺喜欢的 非常喜欢 感觉像这样的纯色款 而且是有点宫廷感的 非常适合茶会 对吧 是一件会很显气质 然后也如果你是柯拉娘的话 会非常彰显个人风格的 这样一套小裙子 然后这个帽子 对 然后因为它有一个卷边的设计 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它在优雅的同时 还会戴一点帅气 对 所以像这样的帽子搭配一个比较厉害的盘发 也很合适 像这样披着 有点帅的感觉 我觉得也不错 非常会有观众来问我 就是Lolita这样的小帽子 该怎么戴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 就你只要戴上去 而且好看 不就可以了吗 之前我在做AP那个茶会 好久之前那个开箱的时候 还有弹幕说 哎呀这个帽子戴反了 这个沙应该朝下 怎么着 其实无所谓 就是我当时是因为觉得 就沙朝上会制造一个有点 有点奇怪 然后有点不平衡感 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 所以我是选择那样戴的 然后戴出来只要好看就可以了 我觉得衣服有正反面是吧 但是帽子是圆的 它可以随便戴 我觉得你只要戴开心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帽子的话 一边这个花会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边 蝴蝶结会比较多 哎不对 这是同一边 而这个帽子的话 一边花会比较多 而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给你们看 另外一边蝴蝶结会比较多 所以也看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你想多露花 还是多露蝴蝶结 往这边带 还是往那边带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玩法 也是鼓励大家多多尝试 对吧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一套 来自国牌 优兰达原创洋装的 斯宾赛小姐的肖像 这一套这个纯色华丽款的开箱和试穿 希望你们喜欢 拜拜 那我们再聊一会儿吧 我觉得这个裙色好好看 不想拖 反正当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是已经在 这个美利坚和中国的领土上了 这是我在 在时间顺序上 这是我在家里拍的最后一个视频 但是不知道剪起来是不是最后一个 但是无论如何 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个一年之间 怎么感觉又好像变成一周年了 不是就因为 毕竟是在家里开始做这个视频 然后 现在是在家里的最后一期 是吧 之后我们就要换一个新的背景 换一个新的场景 总觉得是一个阶段的落幕 这样的感觉 然后就是非常感谢大家吧 就这么 这段时间以来 是吧 我从这个开着空调做视频 到开着暖气做视频 再回到开着空调做视频 就这么一年下来 嗯 真的很感谢 然后还有很多人问我说 以后去了美国 还会不会继续更新呢 当然是会更的 首先呢 我手里囤了很多资料 是吧 我日本的舞蹈还没有更完 然后我最近在家里录的 也得有两三个视频 还有剪出来 然后还有这个家导舞蹈 也不知道现在到时候 有没有全部都发出来 就是首先囤了很多东西 然后其次 纽约很好玩 美国很好玩 然后我去了以后 还会在那边去更新一下 在那边参加的和罗有关的活动啊 或者是一些万圣节 是吧 十月底很快又要到了 就是会有很多活动 会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我会继续更新的 只是这个频率的话呢 也是要取决于我到那边 这个学习生活方面 要看一下这个适应的情况 所以有可能会达不到 每周一更 但是更新还是一定会更的 我一定会努力 不要成为一个失踪人口 是吧 那么说一千到一万 还是要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这一段时间以来的陪伴 感谢你们和我一起分享 这么多美丽的 和我分享这些小裙子 带来的快乐和美吧 然后我觉得 就是通过你们 我也得到了一些新的机会 比如说去家导啊之类的 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 以后还会有怎样的冒险等着我们 那么 今天就到这里啦 那么我们在美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